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7日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還有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分享出來的視頻和直播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接觸到更加多的朋友 我們昨天知道有個好消息就是張家朗先生 就代表香港在奧運會奪出了九圍的25年的奧運金牌 這個是男子花劍的決賽 其實這個消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也無需要多說 其實當時我們看到在頒獎台上面 中間終於站上了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看到香港區旗是隨隨升起 而且現場是演奏起中國的國歌 相信這一刻很多人都和小弟一樣 是覺得非常之振奮和感動的 我們看到就是在奧運之後 馬上有很多人就訪問張家朗先生 他給香港人的既然就是說勉勵年輕人 夢想其實並不遙遠的 其實他本身在中四已經絕惡 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目的是想做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專業的花劍運動員 這件事他堅持了七年那麼久 然後今時今日終於得到這個成績 他這麼多年的努力終於得到回報了 他就希望鼓勵新的一代不要輕然放棄 因為很老實說香港一個彈軟之地 只要很努力也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站穩一席位 其實當張家朗先生出賽之前 其實在6月份的時候已經有媒體專題報導 訪問了他和訪問了他兩個 訪問了他的雙親 因為雙親對於張家朗先生的成就絕對是居公致委的 因為他父母都是專業的運動員 所以也分享了很多運動員的經歷給他 當時張家朗先生他想走去專業的時候 很老實說作為父母一定反對的 因為在香港你做一個專業運動員 那條路是非常之難走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堅毅不屈的精神 一直站著眼想令父母屈服 只不過是和他約發三章 就是兩年之內看有沒有成績 如果沒有成績的話 真的要打消這個念頭 因為做一個專業運動員 相信大家都會明白的 除了是訓練之外 其實天賦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他打出了成績 然後最終到今天已經是 幫香港人拿了奧運金牌 其實在這裡 小弟覺得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張爸爸和他講的 一些運動員角度的勸言 是幫助過張家朗先生 是走出過很多次谷底的 他就說運動員一定有高有低的 這個世界沒有長勝的將軍 任何時候都不會在高峰維持很長的時間 當跌下來的時候 怎樣調整再攀高峰 這方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他們兩位也經常和他分享的 其實小弟覺得這一番說話 不單止放在專業運動員 其實放在每一個人身上 其實都用得著的 因為我們在人生上面 也一定會有起有跌有高有低 不會永遠在高峰維持 怎樣在低谷的時候 再調整我們自己 再重新出發 重新再攀向高峰 這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有好的父母 才會有一個出色的子女 這個是小弟一向都很強調的一件事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其實我也看到一個媒體 就是講張家朗先生 某些可能大家都未必會這麼清楚的東西 包括他的身高原來193 小弟184已經可以說是小逢敵手 在家庭上撞到的人 小弟多數都是要低頭望他們的 193身高 真是一個非常高挑的身形 還有他出身自籃球世界 但是很少有報章媒體報導一件事 其實他父親是一位警員 在這裡就講到 他父親1987年 在甲一籃球原賽 他就代表警察隊是奪得聯賽的冠冠 所以他父親已經是出身警員 已經做了警察工作非常之久 只要做劍擊的原因 因為小四的時候試過一場 馬上愛上了 其實說真的 小弟在讀大學的時候 都有玩過劍擊的 但是小弟的運動神經 就是這個天賦才能方面的分別 所以令到小弟 劍擊我覺得非常好玩 但是真的玩不到什麼成就 結果玩了一年就沒有再繼續下去了 所以張家朗先生可以找到一門 自己喜歡而且做得好的運動 真的很替他高興 其實這次出戰已經是第二次了 上次輸了不要緊的 只要繼續堅持下去 一直提升自己 再出的時候自己自然就會贏的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作為香港人看到張家朗先生 為香港奪得金牌 當然是非常開心的 但是他的警察家族的背景 也引起很多政治立場有問題的 一些小旺人的一些說話的 有些人仍然堅持 堅持 堅持 歧視 這是堅持 堅持來幹什麼呢 有些就是堅持支持張家朗先生 就看到在他們那個大台 連登那裏 有朋友和小弟分享了 有些這樣的對白 所以小弟找了出來 就發現原來他在連登上面 都是說喊大架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看到這幫人的立場 其實他們怎麼來呢 可以說基本上 清一色都是因為 對中國 對我們內地人 對我們中國人這個身份的不認同 甚至是對中國人的痛恨 而將這個矛頭直指向警方 然後才導致有這麼多 偏頗和仇恨的言論出來的 但是其實小弟覺得 真是迷信或者是反治 其實真是應該有一個程度的 因為迷信和反治 到了極點的時候 傷害的只會是自己 這個程度到現在 他們是不是應該要反省呢 小弟真的覺得他們真的有反省的需要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一路散播仇恨 真是對整個社會有幫助嗎 其實他們會在他們的文章裡面 說明就是要看那個人的人性和貢獻 而他們所做的事 究竟有沒有看到這件事呢 既然他們把口釋說 有沒有用來反省自己呢 一路散播仇恨對香港的貢獻是什麽呢 其次就是他們的仇恨 到你見機是什麽呢 他們到底自己有沒有反省過呢 真是有什麽人家跟你有什麽血海深仇 你要是這樣去仇恨某一個族群 還是其實是不自覺地受了外國媒體的洗腦 還有灌輸一些錯誤的觀念很久 才能造成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呢 到現在今時今刻 當他們為香港人覺得自豪的時候 認同自己香港人的身份的時候 麻煩他們想一想 他們對於我們自己祖國的民族 到底這個身份的不認同和受恨 是不是因為其他人疏擺而來 還是他們自己真的有理由呢 這個時候是不是他們都應該反省一下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關明媛小姐 之前6月份的時候已經是跟我們有分享過的了 盧旺達其實當時在德國人找他做殖民地的時候 盧旺達強行將國內的人民分成兩個種族 將種族由紫虛烏有製造出來 製造了兩個種族 一個叫陶西族 一個叫胡桃族 就是根據他們的外形和他們的財產去分開的 其實這個這樣強行製造出來有什麼目的呢 就是令到他們兩個種族互相仇恨 因為他們在殖民的時間 就被屬於精英階層有錢的那幫陶西族掌權 但是殖民之後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反而將政權交給胡桃族 即是交給原先受欺壓的那一幫 結果就令到他們發生種族大屠殺了 1994年連續3月的種族大屠殺 當權的胡桃族人拿斬刀斬了80萬的陶西族人 完全是因為殖民者強行將一個種族分開而造成的 很坦白說在香港這麼久的歷史 從來沒有一個叫香港人的種族 其實基本上就是那幫歐美媒體強行創造出來 香港有一部分有心搗亂的人強行去宣揚這個概念才做出來的 香港我們只有廣東人有福建人有上海人全部都是來自我們中華民族 來自我們漢族甚至是來自整個中華民族 根本就沒有所謂香港自己的民族 所以這個理念其實基本上就是品成了 之前歐美人經常做的 他們作為殖民者經常做的一個方法 就是去分化不同的人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仍然有這麼多年輕人 不斷糾結在這裏 他們的反智真的到了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 到這個時刻是不是他們都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他們所謂的這樣的觀念 所謂的這些仇恨到底是從哪裏來呢 是不是真的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趁現在真的看到其實中國人包括香港人 在國際舞台上面是越來越受重視 那個位置是越來越舉足輕重 他們真的是不是應該想一下這方面 是不是需要在這個時代 就是繼續用他們的仇恨去孤立自己呢 其實老實說小弟很少評論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幫人 我真的不想再評論他們 也不想再宣揚仇恨 但是事實上也都覺得他們是非常可憐的 所以如果有幸看到小弟這條片的 他們的其中一員 真是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仇恨的根源 到底是來自哪裏 大家看看其實英國著名的史學家 湯恩比先生在20世紀的時候 已經是作出了一個 已經是說出了一番說話的 這番說話是什麼呢 想第一句就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總結 就是說19世紀是屬於英國人的世紀 然後第二句其實經過了20世紀之後 我已經看到這一句說話 都可以說是為20世紀做了一個鑄腳的了 20世紀是屬於美國人的世紀 然後21世紀是屬於誰呢 其實我們在21世紀的頭20年 我們已經看到湯恩比先生的預言 可以說是非常之切合現在我們看到的現狀的 他預言是21世紀是屬於中國人的世紀 他整句說話加起來就是19世紀是屬於英國人的世紀 20世紀是屬於美國人的世紀 而21世紀就是屬於中國人的世紀 他也有解釋為什麼覺得中國人適合領導世界呢 因為中國人數千年來都相信天下一階 四海之內階兄弟這些大同的社會觀念 如果這個世界是由這些天下觀的國家來領導 就可以更加達到和平共榮的理想目標 而不會像1648年西伯利亞和平條約 所建立的主權國家觀念那樣 每一個國家將自己國家的本身的國家利益 是放置在卡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這個很明顯看到就是美國人 他們現在在國際間的態度 其實就是基於這件事了 所以就令到國與國之間是爭奪或者戰爭不斷的 如果是我們中國人有天下觀的國家來領導的話 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相爭 才真的可以告一段諾言 不會像之前20世紀那樣 所以這個就是湯恩比先生現在作出這個預言 而且是希望這件事情會發生的原因 今時今日我們會向中國的國際態度 中國的外交的政策 其實全部都是希望和其他國家合作共贏 反對單方面的霸權 作為小黃人其實他們小弟明白的 他們的知識的水平 智力的水平 大部分都是導致他們有些 再加上他們從小到大接受的資訊 才會導致他們現在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在21世紀我們看到中國人在國際舞台 越來越星光一一 越來越輝煌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應該真的認真一些 放下自己的立場去好好看看 現在今時今日在國際之間發生的事情 到底21世紀究竟是屬於誰 還有誰才可以為人類真正帶來一個美好的未來呢 希望他們可以借這次香港人奪冠這個機會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心態了 好 那小禮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和將它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